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了一下 那个Beautiful Soft的一个基本使用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将这个Beautiful Soft放在我们的实际项目当中 实际开放当中我们如何去提取那些元素 那么这里我们讲那个Beautiful Soft的话 我们就不以这个Jung来跟大家讲的 因为这个Jung的话毕竟只是一个指导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讲的话就跟什么呢 就跟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这个Xpass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我会列出几个这个需求 那么你用这个Xpass 用这个Beautiful Soft的方式给我实现 如果能够实现出来 那么的话就是OK的 就是通过这些小按钮 通过这些小要求 来学习我们这个Xpass当中的一些使用 那么我这个方法的话 是经纪了一个demo2.py的一个人的文件 然后已经把一些什么呢 准备性的东西把它给写好了 第一个的话就是首先从这个BS当中 导入这个Beautiful Soft对吧 第二个的话就是准备好的那个什么的腾讯的 腾讯招聘的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HTML代码 然后从这个HTML这个字符上当中 那么下面的话 我就写了六点需求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是按照这个需求来走 来学会 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写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我们要去实现这个六点需求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soft的 有一个真的beautiful soft的一个对象啊对对 就是以后的话你在每一个虚 你在每一个需求当中 你都要使用到那个东西 所有的话我们就做的是在实现需求之前 我们首先先定义好一个这样的变量好吧 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变量叫做soft 等于什么呢等于个beautiful soft啊 然后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HTML传进去 接下来再来给他指定一下这个解析器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Lchampian解析器啊 它的速度是速度是最快的对吧 然后容错能力也也也很强对吧 也很强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实现一下第一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获取所有的DRTR标签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可能叫c 然后拿到下面来啊 那么我们想要去获取所有的TR标签啊 我们这个beautiful soft当中的话啊 就有专门的一个方法去获取里面的这些元素啊 那么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这个方法的话就叫做final2啊 这个方法叫做final2啊 看到这个名字的话就知道对吧 是查找所有的一些这样的属性 查找所有的这个标签对吧 然后的话你在使用这个final2的时候 你还可以给他一起给他指定一些这样的过滤条件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后果了 待会的话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啊 好那么下面的话是获取所有的TR标签 这个地方的话就我给他取个编量啊 用来接受叫做tis的这个什么 能这个soft给final2对吧 那么现在如果你要获取什么呢 要获取TR标签 那么这地方的话只有传过参数 叫做TR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将这个字符上当中 所有的TR编签 全部都把它给编定出来了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啊 再来打印一下啊 这forTR因什么的TRs啊 接下来再来打印一下这个TR啊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 啊这个TR的话需要拿到这个什么呢 呃这个TR啊 就是直接拿打印这个TR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再来为了做个区分 我这地方打印什么呢30个等号啊 用来区分好吧 孔着夹子保存下啊 然后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 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那么下面的话 是不是把所有的那个TR标签 全部都把它给打印出来了 对 全部都把它给打印出来了啊 全部都把它给打印出来了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获取到了什么呢 所有的TR标签非常简单啊 好那么这地方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是呢 这个TR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打印出来的话 这个TR它是不是一个字符上啊 对对 但是什么呢 但是这个TR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字符上的类型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tag的类型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print一下啊 type看下它是什么类型 TR对吧 接下来我们break掉啊 保存下 我们的家来运行啊 好那么现在的话 是不是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tag的一个这样的数据类型啊 那么为什么我打印这个TR 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可以把这个TR标签 下面所有的这个标签 以那个字符上的形式把它给打印出来呢 原理非常简单啊 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TR标签 这个tag这个东西哈 它实现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IPR IPR的一个这样的方法 那么实现的这个方法的话 你在打印这个类的 在打印这个对象的时候啊 在打印这个类的对象的时候 它就会去调用这个IPR的这个方法 然后再将这个IPR这个方法里面的这个值 把它给反复归来 明白是吧 好那么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 from这个bs4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element点那个tag对吧 import是这个tag啊 我们可能加并进去看一下 这个里面我们来找一下那个什么呢 来找一下那个IPR这个方法啊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那个IPR方法吧 对 那么这个IPR方法的话啊 就可以将那个什么呢 将它里面的这个呃 它里面的这些元素啊 全部都以那个资源的形式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它最终的话就会去止息这个方法 明白是吧 好那么我们这段话就是说 呃打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打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将它的那个资源 以那个 以那个什么呢 以那个资源的形式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资源 它是一个tag的一个这样的类型 好吧一个tag的类型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代码 我们就讲到这里嘛啊 这个需求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需求 第二点需求的话 是获取第二个TR标签 对吧 那么接下来 可能叫C付这份 然后好拿到这边来啊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beautiful swap当中 因为啊 它不像Xpass Xpass的话 你是在那个语法层面 在那个Xpass的语法层面的话 就直接可以获取 给它指定说获取到第几个标签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beautiful swap当中 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那么如果你想要获取到 第几个标签的话啊 你就必须要什么呢 必须要啊 通过那个列表操作的方式去获取 好吧 通过列表的操作方式啊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啊 要获取第二个TR标签 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呢 首先我们要去获取一下 获取所有的TR标签啊 那么就是SOPE啊 不是SOPE啊 TIS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SOPE点Findall Findall 然后这个地方获取是那个TR标签 对吧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文档啊 有些时候文档会比较大 那么我们这个Findall 这个方法的话 它就提供了一个参数啊 提供了一个参数 叫做什么呢 叫做Limit Limit的话 你可以给它指定说 最多获取多少个元素啊 最多获取到多少个元素啊 那么我们这边就给它指定说 获取两个元素就可以了啊 获取两个元素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Findall方法的话 它就只会提取两个TR标签 就只会提取两个TR标签 好吧 那么这个Findall这个方法的话 它其实反馈的是一个什么呢 它其实反馈的是一个列表 反馈的是个列表 反馈的是个列表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要去获取到第二个TR标签 要去获取到第二个TR标签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是操作第二个TR标签 我们是以那个什么呢 以那个列表的方式去操作 那么以列表的方式去操作 怎么获取到第二个TR标签呢 它的下标是不是一啊 懂你们 因为下标它是以零开始的对类 所以如果你想获取到第二个TR标签 这个地方的话就应该给个一 而不并不是跟我们那个XBUS当中一样 第二个票签的话 它是二 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什么的 第二个TR标签把它给拿到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不是TRS的 就是直接掉到TR 接下来再打一下TR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兰运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可以把第二个TR标签把它给拿到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个TR标签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对吧 它是什么呢 看在这个职位的名字啊 它是2282989 然后进入云区块链 29个进入云区块链 对不对 说明我们现在的话 是不是可以正确的获取到了 对 正确的获取到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就是在叉叉叉 Until Wish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 看看 第三个呢 是获取所有class是等于1文的这个TR标签啊 我们加C来付出一份 好 到下面来 那么先走的话 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想的是获取这个标签 当时在这个获取标签的时候 我们给他加的一个这样的过例的条件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prs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ob.final 或许是那个获取什么标签呢 获取第二标签 然后它的过例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class class是等于这个eveen 好 那么这样写的话 它是不是报错了 为什么会报错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pass当中 这个class的话 它是我们pass当中的一个关键字 一个关键字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直接写个class的话 他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就跟我们这个关键字冲突了 所以我们这个bill of sub的话 他考虑到的这个问题 他就据说怎么写呢 就是如果你在写这个class的时候 你在写这个class的时候 如果你在写这个class的话 为了去分 他就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后面给他加一个下号线 给他加个下号线 来与我们pass当中的那个class关键字 来作为区分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class是等于eveen的那个参数 把它给 把那个tr标签把它给提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for来打印一下 因什么trs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这个tr 可不可以加手 那样可不可以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来把它给打印30个等号 来做一个区分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把扩取的所有class是等于eveen的这个t要标签 对不对 看到没有 是不是class都是等于eveen class都是等于eveen 那么把所有class等于eveen的这个标签把它给提取出来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这种方式 这个的话就是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在提取标签的时候 如果你想给他指定这个属性 除了这种传递关键字参数的方式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这地方可以给他指定什么呢 可以这样写 就是我们给他传递一个参数 叫做什么呢 atdrs 这个atdrs这个东西的话也是非常好理解 atdr的话是什么呢 是那个attribute的一个这样的简写 atdribut 是attribute的一个这样的简写 那么的话我们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给他指定 要满足哪些属性才把它给提取出来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部分的话就给他指定一个这样的字典的形式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呢 class是让他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even even 对吧 可能加索字 可能加于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把什么呢 class是等于even的这个tr标签 也是把它给提取出来的 对不对 也是把它给提取出来的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提取标签的时候 提取标签的时候的一个这样的方式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部分的话就讲到这里吧 这部分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下地下面这个啊 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将所有 id是等于test的 并且class也是等于test的这个a标签把它给提取出来啊 那么这个需求其实跟我们上面这个需求非常类似 只不过这现在这个需求的话 只不过现在这个需求的话啊 它是在提取这个标签的时候啊 它有两个条件 上面这个的话是只有一个条件 对 好 那么有两个条件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它说是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最后一个a标签啊 就是只有最后一个a标签啊 就是id也是等于test的 class也是等于test的 好吧 那么我们就来获取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获取一下哎 第四个啊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也是tis等于这个啊 啊 a a list 对吧 a list 因为现在是获取a标签不是tr标签的啊 好 那么就是sob点什么的翻的啊 翻到 然后现在要获取的是a标签 然后的话它们要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呢 啊 这个id啊 id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test啊 然后这个什么呢 classclss啊 是等于这个test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将id等于test 并且class也是等于test的这个啊 a标签全部都把它给提出来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啊 for a 英神的a 类似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来打印一下这个a 可能加什么东西 可能加栏栏栏栏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把所有的那个 呃 class id是等于test的 并且class也是等于test的这个a标签 把它给提起出来啊 对不对 把它给提起出来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提起来一下啊 提起来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啊 我我讲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让大家知道好 据说如果你在提取一个元素的时候 如果你有你有多个判断条件 多个属性这个惯例条件啊 那么的话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写 通过这种关键字的 通过这种关键字的参数啊 有多少个你就写到说个没有任何关系 好吧啊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什么呢 我们口诺加低复试问啊 也可以通过我们那个atdrs那个属性来写啊 那就是atdrs atdrs啊 是等这个呃 id是整这个test对吧 然后这个什么呢 class啊 是等于这个test啊 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atdrs这个参数 那么这个class的话 就不需要给大家下回线了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里面 它这个class就只是一个啊 字符上 就不是那个关键字的啊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啊 条件把这个标签把它给找到啊 对不对 好 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面走啊 继续往下面走啊 下面的话是什么呢 获取所有a标签的那个hif属性 对吧 就像是获取标签 那个a标签的那个链接啊 那个链接啊 好 那么这个需求也是在我们的实际开发当中 用的比较多的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写一下啊 就是hif hif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ob.fund 啊 fund2啊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是获取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想要去获取所有a标签的hif属性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要找到所有的a标签 好吧 在我们的这个beautifulsob当中 你要一层层来啊 你要先要找到所有的a标签啊 所以要找到所有的a标签 那么接下来我再去便利这个什么呢 再去便利这个hif s这个列表啊 那么就是for hif 因什么的hif s啊 接下来的话 我再通过什么呢 我再通过这个hif 这个标签 这个hif的话 我之前也跟他讲过 它其实是一个tag的一个这样的类型 对 那么通过这个hif 再去获取相关的属性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获取属性的话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 什么呢 通过下标的操作啊 操作的方式啊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呢 第二点的话是通过什么呢 atdrs属性啊 的方式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首先来看下第一个方式啊 就是通过下面的方式啊 这个地方是element 这叫做e吧 这个的话不是hif 是这个的话是那个标签啊 是那个标签啊 那么我的话 hif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hif element 那的话通过下面的方式 我们要获取什么呢 我们要获取hif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hif 这个标签下面的啊 不是啊 这个a标签啊 这个地方是啊 不是啊 这个是a类型的啊 这个一个获取的是那个a标签对吧 我搞错了啊 这个a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拿到的这个a标签 然后的话通过这个a标签 通过这个下标的方式 直接给一个属性的名字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标签的 那个呃 获取到这个属性对应的那个值 好吧 接下来我们来打按一下 preg一下这个hif 对吧 可能加索的下 可能加来源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所有a标签当中的那个hif 属性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 对 全部都把它给拿到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下标操作的方式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比较传统 比较那个啊 那个 正规的方式啊 啊 这个不是说正规好 这个方式也比较正规 而且我们以后再提取某个标签 下面某个属性的时候 一般用的最多的也是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a atrs 这个属性来获取啊 那么是hif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a 点那个什么的atrs啊 然后的话也是下标 那个叫做hif啊 好 那么接下来打一下hif啊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难用一下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也是可以获取到所有的 那个什么呢 那个hif hif的那个属性的值 对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也是非常方便 啊 呃 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说比较传统一点啊 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说比较简洁一点啊 那么我们以后的话 大家呃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写起来更加简单 对吧 就不就不用就不用这么多 这么多啊 这这些东西的对 啊 这种方式就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啊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 也是把这个东西先把它给注视一下啊 把它给注视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实行一下第六个需求啊 第六个需求的话 就是说比较粗合一点的吧 就是获取所有的职位信息 毕竟是纯文本的方式 对吧 那么我们在获取这个写这个需求之前 我们首先先对这个代码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封信 我来封信一下 现在的话 我们是要获取所有的职位信息 那么第一个TR标签的话 第零个TR标签好 第零个TR标签是不是不需要啊 对 那么我们在以后再获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将第零个TR标签把它给删掉 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讲是吧 我们所有的职位信息 是不是都是放在这个TR标签下面啊 对 所有的话 我们要去获取这些信息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获取所有的TR标签 然后再通过这个TR标签下面 再去获取下面的值 对 然后再去获取下面的TD 然后再通 再获取TD下面的这个值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步来走啊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现在获取所有的TR标签啊 那么就TRS 这个SOPE点什么 翻到O 然后是这个TR 对吧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获取所有的TR标签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啊 第一个 第零个TR标签 我们是不效的 对不对 所有的话 我们应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应该给那个给它关注掉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什么呢 什么呢 从一开始的到最后啊 从一开始到最后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 把第零个那个TR标签 把它给关注掉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针对每一个TR标签啊 针对每一个TR标签 再取里面的这个TD标签 根据这个TD标签里面再拿到这些值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便利一下这个TRS的这个列表啊 那就是forTR应什么的TRS啊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 再来去获取啊 再再去获取这个TR标签下面的所有的那个TD好吧 那么就是TDS等这个TR点神呢 点那个Funder 哦 然后是获取这个TD 对吧 好 换这个TD啊 然后我们也知道对吧 这个TD下面啊 第零个TD的话 它里面是装的是这个啊 TITL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是TITL1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TDS啊 下面的第零个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打印象这个东西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好吧 不能得下我们的这个TITL啊 可能得下死保存下 可能得下来印象 哎 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获取到的什么呢 所有的那个标题啊 就是这个职位 它的那个名字的那个啊 TD标签 对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是只要获取到这个里面的职 并不需要获取到这些标签 这些东西 对 那么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调用另外一个属性 叫做什么呢 点SDR啊 或是在这个方法 在这个地方啊 点SDRAndroid 点Stream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标签下面 对应的这个字符上啊 这个字符上 好吧 保存下 可能得下来印象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获取到这个里面所有的那个标题啊 对对对对啊 那个标题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把这个东西捡到这个里面来啊 就是这个title 对吧 就是这个title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是什么呢 获取这个 类别 以及招募的人数 以及这个地址 以及这个什么呢 发布的时间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下面的发布单去啊 下面的话是那个 呃 类别啊 就是category c-a-t-e-g-o-r-y 等这个tds下面的那个第一个 点street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来打一下啊 category 可能加速 可能加了一下 啊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获取到是所有的技术类啊 对 那么这个是分类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 还有是这个什么呢 啊 招聘的人数对吧 那么的话也是nums等于什么呢 tds啊 下面的street对吧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地址 哎 c把c把c的啊 等于这个tds 下面的是3、4ば лушай 啊 然后接下来就还有是那个 呃 时间对吧 就是pop time ер beloved tit port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这个里面啊 我们再来一个按 remedy Never Ol and 这个 这是这个mówie 下面的那个什么的title 是从这个tile对吧 然后这个什么呢 mówie 下面的这个呃 cate 主要歪啊是等于这个category啊 然后下面的那个movie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lums啊是等于这个lums啊 然后movie下面的那个movie下面的那个city啊 是等于这个city对吧 然后是movie下面的那个pubtime time啊是等于这个pubtime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所有的东西都获得到以后 我再有个列表把它给装下来 那么就是movie等这个列表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这个movie movie.append 点append啊然后是movie对吧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电影就相当是已经拿到的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一下这个movie对吧 保存一下啊 执行一下哎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职位信息啊 把它的除了我们的东西把它给提出来了 对对把它给提出来了 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第六个案例 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的话是什么呢 偷先通过这个tr标签 然后再啊再在这个里面获取到所有的td标签 再通过这个td标签下面的下边操作再拿到这个里面的字符上 对对 那么这种方式是不是比较复杂一点啊 比较复杂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更加简单的方式啊 还有更加简单的方式啊 这个我先把它给注写一下啊 那么我这段的话就先把先把这些先把它给注写一下啊 然后的话往下面走啊 往下面选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的话啊 就是我现在的话哈 有另外一个属性啊 有另外一个属性啊 什么属性呢 叫做啊叫做什么呢 strings啊 这个strings这个属性的话 就算如果我们trtr啊 pr.strings 那么的话就可以拿到tr下面tr这个标签下面 所有的那个字符上啊 像我们这个pr标签下面所有的文本字符上啊 就是说这些东西啊 就是说这个strings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非标签性的字符上全部都把它给拿出来 什么叫做非标签性的呢 像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属于标签性的字符上啊 而这些东西的话是属于纯文本 就是说非标签性的字符上对不对 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strings这个东西 它就可以将这个pr标签下面 所有的非标签性的那个字符 全部都把它给提出来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这份来打印一下啊 就是inforce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pr.strings啊 好 接下来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inforce啊 好啊 这个的话 它反过来的是一个生成器 反过来是一个生成器 那么我们要啊 来到的话 我们就去辨列一下他好吧 for infor啊 因什么呢 infor s啊 不认一下infor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什么呢 啊 这个地方也是为了做个区分 我这个地方的话就打印什么呢 打印30个那个等号 好吧 打印30个等号啊 好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把所有的那个什么呢 所有的那个 东西把它给拿出来了 对不对 把所有的那个啊 东西把它给拿出来了啊 而且注意到哈 他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还有这种空白的字符啊 空白的字符 其实一样他也会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或者是这样吧 或者这样吧 这样起来 因为 因为打印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就说他空空白的时候 你可能看不到 那么我们就将这个生成器把它给转破成一个列表 把它给转破成一个列表啊 好 保存一下空中加来运行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职位 他就对应的一个列表 对吧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是可以可以看到 呃 这个里面 这个 TR标签下面所有的非标签性的字符上啊 对 像这种换行啊 对 这种东西拿到 像这种标题是不是也拿到了 对不对 像这种东西都拿到的啊 那么我们这种方式的话是不是更加方便啊 直接通过这个TR.stress 就可以将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到拿到 对 非常方便啊 但是这种stress这个属性的话 他有个缺陷 什么缺陷呢 就是这些 啊 有换行的这些东西他都给我拿出来了 那么这些数据这些东西的话我是不需要的 对 不需要的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这个 Britusop又给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属性啊 叫做什么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叫做 strip的strip的strings啊 strip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直接是不是跟大家讲过啊 strip的那个方法的话 是用来截取那个空白字符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strip的 这个属性的话啊 就可以加什么呢 就可以获取所有非空白的啊 那些字符 好吧 那么这种我们来写下啊 就是sdripped 然后是sdnds啊 不能加什么东西啊 不能加来运用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什么呢 所有的非空白的那些字符 那么这些数据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正想要的那些数据啊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可以占据起来对吧 那么就是啊 movie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title啊 是等于这个什么的 这个info等于这个info info s下面那个什么的第零个 第零个的话就是这个title对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还是个movie下面的那个呃 category c a t e 主要是等于这个info s下面的第一个第一个 对吧 可能加低负责分啊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呃 浪姆斯人数啊 就是这个的第二个对吧 可能加低负责分 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啊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c体了 可能加低负责分啊 下面这个的话就是那个public time的pubpme啊 那么的话就是第四个啊 第四个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字典就已经下了 那么接下来再把它给添积到这个列个当中 append啊 movie 可能加速负责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统一来打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把这个职位信息 全部的把它给提出来了对 而且这种方式使用起来 是不是比之前这种方式更加简单一些吧 对更加简单一下啊 更加简单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呃 bill of soft的一个这样的基本使用 好吧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啊 实际呃需求来写的实际来写的 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啊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 本节课讲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再来总结一下啊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fand与fandout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fand与fandout之前 而且我们首先的话先来讲这个fandout的参数啊 的的使用啊的使用好吧 那么fandout的使用的话啊 我们一般是怎么去使用的呢 呃是这样用的啊 就是在提取标签 的时候啊 在提取标签的时候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标签的名字对吧 是标签的名字啊 呃后面的参数啊就是那个提取 后面的参数啊 后面的参数啊 呃 标签的名字啊 然后如果在提取标签的时候啊 在提取标签的时候啊 想要使用什么呢 想要使用那个啊 标签属性进行过滤啊 那么可以在这个啊方法中呃 传递啊通过什么呢 通过关键字参数的形式啊 将将那个属性的名字啊 以及对应的值啊传进去啊 以及对应的值传进去对吧 啊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啊 或者是啊使用什么呢 在attrs属性啊 将所有的那个呃属性以及对应的值啊 呃放在一个字典中啊进行呃传给什么的 attrs属性对吧 好那么这一个啊属性啊就是这个吧 啊这是基本使用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补充一下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时候啊 在在提取标签的时候啊 不想提取那么多啊 那么可以使用什么呢 limit啊参数啊 限制啊 限制啊 提取 多少个对吧 好那么这个的话是翻的翻到二的一个人的用法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 范的与翻到二的一个人的区别啊 范的与翻到二的区别的话 他们他们唯一的区别啊 他们他们相似度使用起来相似度99% 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呢 翻到二是可以提取多个标签 把所有满足条件的标签全部都把它给提取出来啊 而我们的这个范的方法的话 他只会去提起第一个满足条件的那个标签 据说这个范的方法他只会返回一个好吧 只会返回一个啊 那么我们这边也是跟大家演示一下 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提取所有的A标签对吧 那么我们要去提取所有的A标签的话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什么呢 stop点翻到二的方式啊 A标签对吧 好那么这边就是A类似的啊 等于这个东西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来forA 因什么的A类似的啊 接下来来打按这个A对吧 可能加上一下可能加上一下 哎就可以把所有的A标签把它给拿出来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现在只想要提取 第一个A标签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什么呢 使用这个fund啊 使用这个fund 那么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不是反馈一个列表 说的话你就不能去给他并进去变定了 他就反馈的是一个A标签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些A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上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他反回来的就是什么呢 哎就是一个A标签的 而并不是反馈的一个列表对不对 因为如果反馈的是个列表的话 他左右两边是有那个中号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fund的方法的话 就是说只会去查找到第一个满足条件的 然后的话就马上把它给返回啊 翻到的话是把所有满足条件的一个标签 全部都把它给找出来 好吧 那么地方写一下啊 找到啊第一个满足条件的A标 的啊标签啊标签即返回啊 也是是呃就返回啊 换句话说说说白了啊说白了 就是说白了啊 会会返回很多标签啊 以列表的形式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放的以放到二的那个过滤条件 对吧 就是只只只会返回一个元素啊 使用关键字的参数参数的形式啊 就是将什么呢 将参数啊以 那个关键字 将那个什么呢 将那个属性的属性的名字啊 作为那个关键字参数的名字啊 以及啊参数以及属性的值啊 作为什么呢 作为关键字参数的值啊 进行过滤对吧 那么adds的话就是将什么呢 将调啊属性条件啊 放到一个字典中啊 传给什么adds属性啊参数啊 好 那么获取标签的方式也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这个啊 通过下标的方式对吧 比如通过标签的下标的方式啊 这个地方举个实际代码吧 实际代码的话就是拿这个的对吧 还有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属性的方式啊 那么我们就直接举个实际代码啊 啊搞错了啊 刚刚搞错了 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这个strings啊 还有是那个啊 strip的strings啊属性以及gettest的这个啊 方法啊 嗯 方法啊 还有是这个 这里吧还是string对吧还是这个啊 我们把第一个放到stream吧 所以的话是获取啊某个标签下的什么呢 那个字符串啊 那个非标签字符串对吧 好然后把strings是什么呢 获取某个标签下的什么呢 下的子孙啊 下的呃下的子孙 子孙 哎 子孙 字符非 标签字符创啊 就像我们这个string的话 他只会去获取到我们的单前这个标签下面的那个啊 值啊大家说那个标签下的那些那个值对吧 那么如果你想要获取到啊子孙标签下面那个啊 字符串的话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strings对吧 啊那么我们下面这个什么呢 strip的strength的话就是说获取啊 获取某个标签下面所有的子非子孙标签啊 会去掉啊会去掉空白 字符对吧好 那么gettest的话 什么呢也是获取什么呢 也是获取某个标签下面的所有的啊子孙标签的那个字符串啊 不是以列表的形式返回啊 那么这个test的话 他就不是以列表的形式返回啊 他就直接将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把它给拿出去取到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也是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要想要获取到那个第0个标签下面的啊 第一个标签下面的那个第一个标签下面的所有的值 那么如果通过get的方式gettest的方式啊 那么就是呃那个嗯 test啊是等于这个啊 sob点fundfundfund啊 fund啊 然后是那个啊 tr标签对吧 然后是取到第1个啊 取到第1个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那个tr啊 接下来的话我再调这个什么tr啊 啊那个test是等于那个tr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啊 get下方线test啊 这样的话他就会获取到这个标签下面所有的那个字符章啊 但是不是以那个列表的形式返回啊 不认一下test啊 好他反过来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但是不是以那个字符章的形式 以那个列表的形式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是通过这个什么呢 strings的方式的话他反过来的就是一个以那个列表的形式啊 不一个这个生成器的方式啊 以这个生成器的方式 当然我们这个生成器的话可以将这个东西把它给转为这个列表的形式啊 对吧以这个列表啊 这个地方写下 返回来的是个字符章啊 返回来的是个生生成器啊 然后这个地方返回来的是个生生成器啊 是是以什么的 股头字符章返回啊 好那么我们呢这个Build of Soft相关的一些质地啊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好吧 后期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解决的啊 提取的方式就是这个stack的方法啊 那么这个stack的方法的话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放到下几个的跟大家讲讲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